2017年1月1日,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,不经意地收礼,购买动物纪念品,吃野味,网购野生动物,野外放生,破坏栖息地等行为,都在不同程度上触犯了野生动物保护法,将受到法律制裁,甚至刑事处罚。 我们要增强法律意识,时刻警惕,同时也要监督身边的野生动物犯罪行为。 如若发现,可拨打当地公安局、林业部门电话,或当地媒体新闻热线举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